这是一部曾被禁播三十余年的纪录片 是外国导演安东尼奥尼于1972年来到中国拍摄的 用外国人的视角记录了当时中国的风土人情 堪称外国人眼中的中国 有人能在这部纪录片中看到自己从未见过的中国 也有人能在这部纪录片中看到曾经自己的影子 现在让我们一起回到1972年的那个夏天 看一看当时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 人们排队在天安门广场前拍照留念 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 天安门广场都是所有国人最向往的地方 在那个年代 男人都以穿军装为荣 所以军装也成为了最受宠的时尚套装 不管在哪儿都能看到穿军装的人出现 当时能拥有一辆二八大杠 就是很多人的梦想了 四个轮子的汽车 大多数人想都没想过 根据家里老人的回忆 当时一辆凤凰牌自行车的价格 就要将近200元人民币 而普通工人每个月的工资只有30到40元 谁能拥有一辆二八大杠 骑着出去兜风 那绝对是街上最靓的仔 就算是在北京最繁华的长安街上 也极少能看到四个轮子的汽车驶过 这里的街道一尘不染 空气环境比现在要好得多 早高峰时马路上青一色的二八大杠 是一道别样的风景 当然还有隐藏在市井中的武林高手 在马路上一展身手 这个一边骑车一边练习太极的大爷 肯定是城里的红人 当然了这种行为我们是不鼓励的 现在路上车来车往 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路边的树林中人们在一起练习太极 一朝一室尽显大家风范 太极拳可以修身养性 陶冶情操之外 有以静制动 以柔克刚的特点 是一项适合全民推广的拳术运动 所以深受人们的喜爱 在外国人眼中 东方武术一直非常神秘 所以导演安东尼奥尼对此非常感兴趣 这是一部曾被禁播三十余年的纪录片 是外国导演安东尼奥尼于1972年来到中国拍摄的 这群带着红领巾的学生 也因此引起了他的注意 这段从娃娃抓起的画面 让他更加坚信 每个中国人都会功夫 这里是一间中医疗养所 外国人对医生手中的银针非常感兴趣 他从未见过这种治疗方法 在外国人眼中 中国的传统医学是非常神奇的 这是一所幼儿园 镜头捕捉到了一群稚嫩的面孔 孩子们排着队玩滑滑梯 这就是最简单的快乐 在这里 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当时的孩子好像都是单眼皮 女孩子穿着五颜六色的裙子 在歌在舞 他们没有手机 没有电脑 却依然拥有最简单的快乐 这是一节体育课 男孩在老师的带领下 玩起了老鹰抓小鸡 女生就在旁边跳皮筋 还集体表演了下腰的绝活 这是一家国营纺织厂 洁白的纺线 看起来让人赏心悦目 这里的纺织品 最后都会变成人们身上的衣物 这是那个年代的下午茶 辛勤的工人 总会在结束忙碌之后 来到树荫下 喝一碗茶水 吃两口面食 俗话说 不到长城非好汉 导演安东尼奥尼 也非常认可这句话 连绵不绝的万里长城 让他惊叹不已 他不敢相信 长城竟然是中国人 在两千多年前建成的 就像中华文化一样 安东尼奥尼这趟中国之旅 让他受益匪浅 他见到了很多和西方国家 截然不同的风土人情 和自然景观 就比如中国民间游戏 斗空竹 安东尼奥尼第一次见到时 还以为这是魔术 现在看到的是人们 闲暇时 在树荫下打牌时的画面 当时大众的物质生活 可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多彩 很多人甚至都没看过电视 谁家要是有一个黑白电视 那绝对是大家争先恐后 前去拜访的对象 这群扛着锄头的年轻人 在闲暇时也要参加生产建设 将汗水挥洒在田间地头 丰收的庄稼和辛勤的人民 交相辉映 这就是当时质朴的中国人民 一记当先随后万马奔腾 这是当年的农场 饲养人员正在给马刷洗棕毛 这是当时的养猪场 猪崽子们一到开饭的时候 就特别亢奋 大猪在屋檐下休息养镖 看起来一片祥和 菜市场里 鸡鸭鱼肉一应俱全 买鱼的人络绎不绝 卖鱼师傅一个人手忙搅乱 肉摊钱也排起了长笼 那时候可没有电子支付 实话实说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才有花钱的感觉 现在用的电子支付 总是不知不觉就把钱花了 堆满货架的蔬菜 和人头攒动的画面 共同构建了热闹的菜市场 当时称重用的还是秤妥 闲熟的拨弄之后 重量就出来了 这里是故宫 古朴庄严的建筑让人神往 谁能想到 以前被视为禁地的紫禁城 现在也变成人们游玩的地方了 这里的建筑用的都是全国各地名贵的木材和石料 故宫曾经历多次大火的洗礼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1969年 康熙在位时期重新修缮的 三三两两的人群和现在的出行画面 形成了天壤之别 现在人们的生活都好了 有时候就会出去旅游 因此才会出现旅游即时 人山人海的画面 这是一部曾被禁播三十余年的纪录片 是外国导演安东尼奥尼 于1972年来到中国拍摄的 这是一间瓷器店 琳琅满目的瓷器 让导演安东尼奥尼看花了眼 精美的瓷器和细雕慢刻的花纹 让他赞叹不已 这里是老北京的胡同 人们的脚步不像现在一样匆忙 那时的生活压力没有现在那么大 午饭时间 四合院的人们都来共用的水龙头前接水 人们融洽地生活在一起 谁家发生什么鸡毛蒜皮的小事 大家都知道 邻居们相亲相爱 互相见面都会打招呼 现在的楼房像是牢笼一样 囚禁了人们的肉体 忙碌一天的人 只想赶快回家躺在床上休息 远亲不如近邻这句话 好像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这里是以前的商业街 吃穿用度的东西 在这里都可以买到 熙熙攘攘的人群 证明了这里的繁华 这是以前流动冰高摊位 我小时候要是跟这个孩子一样幸福就好了 那时人们衣服的颜色都是暗色调 为了穿久一些都洗掉色了 这就是勤俭的中国人民 那时很少有人戴眼镜 大家都没有近视的困惑 在人们眼中戴眼镜的都是知识分子 是享受过高级教育的人才 这里是北京天坛 古代皇帝在这里祭天 祈求五谷风登 和故宫一样 明清时期这里是禁止百姓入内的 现在也成为了人们游玩的场所 这里是当时的停车场 青一色的二八大杠 让人头皮发麻 如果把车停在这里 不知道要找多长时间才能找到 这是一场假人歌剧团的表演 现场作无虚席 不管当年还是现在 这都是一件稀罕事